蓝氏山门口,魏无羡牵着小苹果,转头看向一言不发地走在自己身边的人,蓝湛,好了,你也回去吧,我也该走了。 蓝望鸡面色无波,衣袖下的手却紧握着,手心已出现一道道月牙般的血痕,一定要走,吗?不能留下吗? 魏无羡转过头看向天边,蓝湛,这么多年了,我一直也不知道过去的种种我到底做得是对是错,哪怕已经经历过战争,我也依然没有真正地走出这一方土地,想起什么? 魏无羡一笑,我的人生空白了16年,也该让自己成长成长,去学学人情世故了,放心吧,我又不是不回来了,到时候我来找你喝酒啊。 嗯,我等你,看着魏无羡离去的背影,蓝望鸡眼中的悲伤与眷恋再也藏不住,魏英,我真的好想让你留下,好想和你说,我,直到走出了姑苏,魏无羡才忍不住回头,蓝湛,对不起,但是我不得不离开,再和你一起待下去,我怕我真的会忍不住的。 你说我们是知己,那就是知己吧,还是不要让你知道的好,像你这样的人,不应该被我这个邪魔外道所负。 三年后这三年,蓝望鸡强势整顿了仙门百家,以绝对的不容反驳的气势压住了一个个想要反抗的人。 早已借仙督令告诉所有人,魏无羡不是邪魔外道,仙督令上,一字一句皆是魏无羡的一切,他,依旧是那个令人赞叹的风光济月的少年。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魏无羡并不能知道这些事,和蓝望鸡分别之后,他用自己的双脚走在修真界的每一寸土地上,经历了苦悲喜伤,懂得了人情世故,他和那些完全不知道他这个人的人接触着,以这样的方式去填补他缺失的十六年的成长。 轨道已经完善,魏无羡已怨气结丹,强化巩固了因为被强行限射而不稳定的神魂,甚至借助完全的轨道,自己脱离了墨玄宇的身体,用自己的修为与天赋与一路上的所识所学重塑了身体,成为了真正的自己。 心性因此更加坚定,眼识的开拓让魏无羡逐渐看清了过去的种种,也逐渐坚定了自己的心,这一次,绝对不会再犯过去的错。 就在魏无羡准备去往更远的地方时,一只急促的灵蝶让魏无羡开始焦急,魏公子,望鸡出事,请尽快归来。 已经急到连缘游都来不及说了吗? 想起蓝忘机,想起那一抹白,魏无羡心中的悸动与思念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深刻,不去想为什么蓝溪成会知道自己在这里,不再迟疑,魏无羡收起自己寥寥无几的东西,立马往姑苏的方向赶去。 等魏无羡马不停蹄地赶到,也才过去了二十天,要不是因为某些事情被耽搁了。 魏无羡还能更快。 魏无羡刚到蓝氏山门口,就被久等在那的门生领了进去,魏无羡也没问,快步跟上。 到了静世时,正好遇上蓝溪尘和一个端着药碗的门生。 看见魏无羡,蓝溪尘不禁一喜,魏公子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则无君,蓝战怎么样了? 蓝溪尘叹了一口气,先进去吧,不能错过让妄姬喝药的时辰。 魏无羡皱眉,好,蓝战。 魏无羡刚进去,蓝溪尘就快速关上门,不让一丝凉风透进来,而魏无羡看着眼上包着纱布,脸色苍白到近乎透明。 那样削瘦那样安静地躺着的人,忍不住一阵心疼,蓝战。 蓝溪尘端了药碗递到魏无羡面前,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,示意魏无羡上前。 魏无羡端过药,轻不上前,将碗放到一旁,轻轻坐在床边。 握住蓝望姬放在外面的冰凉的双手,咬着牙没有出声,怕一出声就是哽咽。 蓝望姬是醒着的,感觉到手上的温暖,缓缓转过头,问的还是那个问题,兄长,魏莺,回来了,吗? 魏无羡心疼地闭了闭眼,然后更加握紧了那双手,俯身附在蓝望姬耳边,拦战。 轻微的关门声,惊醒了沉默下来的气氛。 蓝望姬缓缓转过头,声音中带着小心翼翼,魏,莺,是我的错觉吗? 我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。 嗯,蓝望姬那苍白的唇有些颤抖地轻轻勾起,握紧了魏无羡的手,魏莺。 魏无羡心疼地看着蓝望姬削瘦得几乎没有肉的脸庞。 嗯,是我,先喝药好吗? 好。 魏无羡起身,一手缓住人的肩膀,一手穿过人的膝盖,想将人抱着坐起,但是怀里人忽然地颤抖和咬住的唇,让魏无羡立马停下。 蓝战,怎么了? 哪里疼? 蓝望姬抿着唇摇了摇头,手上却抓紧了被褥,无视。 魏无羡却感觉到了手心的异样感,蓝望姬的右腿比起左腿明显包裹着什么? 不禁皱眉,然后坐到床头,扶着人靠在自己怀里,仔细地将被褥按好,还好吗? 嗯,感觉着身后的温暖,蓝望姬放任自己依靠着,魏英。 魏无羡往前坐了一些,让人靠得舒服些,转身端过药,闻着就苦涩的药。 魏无羡皱着眉抿了一些,只感觉舌尖都有些麻,药性怎么这么强烈? 身后没有动静,蓝望姬转过头,魏英。 然后就感觉到了唇上的湿润,鼻尖也充斥着熟悉的味道,蓝望姬没有一点迟疑,起唇就喝下了那让整个嘴里都能麻掉的药。 魏无羡一点一点地喂人姜要喝下,放下碗,指尖轻抚去蓝望姬唇角的药汁,这药喝完能吃蜜饯或是糖之类的吗? 魏无羡身上有糖,但是不知道这要是干什么用的,不敢随意让人吃。 不知 是啊,就算能吃,这人大概也不会说需要的。 魏无羡抬手缓缓地将人搂住,埋在蓝望姬紧窝,闻着那想念了许久的檀香,心绪才平静了一些。 蓝战! 泽无羡传讯给我的时候,我真的,你吓死我了。 蓝望姬轻微地勾起嘴角,将自己的手附在魏无羡手背,即使现在看不见也尽力地看向魏无羡的方向,魏英,我没事,别担心。 魏无羡收紧了双臂,感觉着怀里人的消瘦,眼中闪过一丝狠利与杀意,谁干的? 蓝望姬抿了抿唇,不知,兄长正在追查。 魏无羡看到蓝望姬脸上隐隐地倦意,心疼地轻抚着人的脸颊,累了吧,先休息会吧,待会再说。 蓝望姬摇了摇头,不累,我想再和你待一会。 魏无羡微笑着扶着人躺下,握住人的手,我不走,就在这陪你,睡会吧。 嗯,蓝望姬握紧了魏无羡的手,在药效和身体的虚弱下,渐渐睡着了,手上却无意识地加重了力道,仿佛这样就能将魏无羡留在身边。 魏无羡侧身躺在一旁,小心地将一条手臂横在蓝望姬颈后,顺势轻拍着人的肩膀,一手握住人的手放入自己怀中,看着怀里睡着的人,眼中缓缓地涌现出无比的杀意。 伤害你的人,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 将空间留给两人的蓝西辰,听着里面安静下来了许久之后才轻轻打开门,看到蓝望姬安稳地在魏无羡怀里睡着,忍不住叹了一口气,已经一个月了。 蓝望姬的情况迟迟不见好转,身上的伤几乎一点没有恢复,整日整夜地睡不着,饭也不怎么吃得下,要就算喝下去了也总会吐出一些。 但是,线下魏无羡只回来了一回,喂了个药,只是这样抱着蓝望姬就能如此安稳地睡着了。 听到动静,魏无羡轻轻起身,小心地将人裹好,跟着蓝西辰出去了。 听到,魏无羡的预缴汇